D-Log M 好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 就是我們資產很長在這邊測試空拍機的地方 就是青年公園 然後我習慣呢 就像我們剛剛影片所提到 我們在拍攝上的時候 大部分呢 都希望以D-Log M來做拍攝 好 這邊呢 就先切換到D-Log M 所以呢 等一下大家在螢幕錄影上面所看到這個畫面 可能會有點灰灰的 那是因為還沒有經過調色的關係 那我這邊呢 就簡單示範一下 就是這些鏡頭的 主鏡頭的應用 好 那我們就先切換到4K30 因為其實我們在拍比較偏電影風格的時候 比較少拍4K60 除非我今天拍的是高動態的東西 比如說追車啊 追沙灘車啊 或是高動態的東西 不然 平時我們拍的都是4K24或是4K30 這幾個格式而已喔 因為我們不會做後期慢動作的這些應用 好 首先第一個最常用的應用呢 就是在我垂直往前飛的時候 然後鏡頭慢慢的抬起來 然後讓觀眾看到這個前方 今天非常漂亮的這個風景 那當然我們要注意到就是有法規 300公尺的距離的關係 那再來呢 這時候先拍完第一個我要的畫面之後 那假設我現在要拍一個環繞的效果 好 我要環繞這個劇場 那我就可以先做一個環繞的動作 那這次呢 是使用廣角鏡頭來拍攝 那等一下我會示範給各位看看 就是當我們使用三倍鏡頭的時候 畫面其實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喔 好 這時候呢 我先停 好 這一刻我也OK了 這時候我們就切到這次懷抱覺得 真的非常好用一個三倍的鏡頭 好 這時候呢 我們一樣先把顏色調成D-Log M 但是 還是這樣好了 因為我想說直接讓大家看到它實際的效果 那我們這個就不做調色 我們先直接拍普通就可以了 好 你有沒有看到呢 這個真的視角跟剛剛是完全不同喔 這時候我們再開始錄影 然後這時候呢 一樣再開始環繞 環繞這個劇場 這時候你看喔 跟剛剛的這種張力的效果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這就是三倍鏡頭的好處 那雖然呢 大家會好奇說 我們不是有七倍鏡頭嗎 其實 像這邊我會覺得這種前景 跟後景的這種效果真的也蠻棒的 但是呢 你看喔 如果我們今天這邊是使用的是 七倍的鏡頭畫 其實我就覺得有點太特寫了一點 你看七倍鏡頭會變成這樣 就是在取景上面 反而不是那麼好應用啦 除非我今天要拍攝的是 就是遠端的建築物的話 好 我先切回到廣角 比如說我要拍這個新的社會宅好了 好 一樣我先把顏色先調回普通 好 比如說今天我要拍這棟大樓 我前面這團新的房子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在廣角的時候做運鏡 就還蠻無聊的 說實話 那但是這時候我們切到三倍的時候呢 你看它這個建築物 跟遠景的 跟背景的這個山 這個壓縮感 那就是 在廣角鏡頭 你沒有辦法突顯出來的這個效果 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 你看跟對面的跟背景的這個山 所以當我們在使用廣角鏡的時候 首先當我們在使用廣角鏡的時候 那其實你看遠景的這棟新的大樓 其實就沒那麼漂亮了 那這時候呢 如果想要拍出厲害一點的畫面 我們就可以切到三倍的鏡頭 然後最像你會發現 切換到三倍鏡頭的時候 這個跟它的背景這個山的效果 就非常的明顯 就可以凸顯出這種長焦段的壓縮感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還不夠近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切換到七倍的 我這邊就直接用 在實際上生活中的這些飛行 來給大家看一下三個鏡頭的差異 好那這個時候呢 已經繞得 欸我覺得差不多夠大圈了 好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七倍的效果 我其實離這棟大樓是非常非常遠的 那七倍是真的非常特寫的 那可能在旋景上你看就沒有辦法 像剛剛所拍出來那種 這一堆新建築的感覺 所以變成說我在拍攝上的時候 我只能選定其中一個建築物 來做環繞的動作 才不會顯得就是說 有點雜亂 所以我就只好選擇其中這棟大樓 然後來做暈鏡的動作 那或者說呢 我今天要拍這棟的話 我就選這棟 好對焦 對焦好之後呢 再開始做暈鏡 那當然啦 因為這個距離來說 它的壓縮感還是蠻不錯的 那這就是它使用上的效果 那當然很多人會好奇說 到底可不可以再拉梗筋 其實是可以的喔 就是呢 它當然還是有28倍 但是我還是建議說用原生的7倍來講 它的畫質是最好的 就不用再去刻意的做數位的放大 再來我們拍我們身邊的這個池塘好了 所以你看到身邊的這個池塘 如果我們用的是一般的話 一般的鏡頭去拍攝的話 欸 我還會覺得其實有點普通喔 因為你看喔 就是這種廣廣的感覺 那如果今天想要讓觀眾更有帶入感 可以去看到前面這個 中間這個小島是什麼的話 這時候我們馬上再切換到3倍的鏡頭 喔 喔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啊 好 這時候按一下錄影鍵 那我們再來環繞一次 它就真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那這邊呢 如果不像懷霸就是手感鏈的這麼順暢的話 其實我們來這邊順便示範一下 它這個焦點跟水的功能 假設我就把中間這顆 這一團束給框起來 這時候我們稍微左右動一下 然後就會發現一個針掉下來 好 這時候一個針掉下來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往右前方飛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這種環繞的效果 然後它會自動的鎖定在右邊 所以就繞得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簡單好操作 那這時候呢 我們甚至往左邊繞也可以 然後鏡頭也可以 其實鏡頭這時候呢 還是可以調整它的那個上下的角度 比如說這時候鏡頭慢慢的抬起來 那它這個十字點呢 它就會去做變換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切換到7倍的鏡頭 你看這時候就是懷霸之前那影片有提過 我覺得有點太近了啦 所以以這個場景來說 7倍鏡頭的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不是那麼的適合喔 最後一個啊 就是對於我們常拍 就是建築物的朋友啊 因為有法規要距離建築物30公尺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是不方便離建築物這麼近的 所以在過去呢 如果我們沒有雙鏡頭 甚至三鏡頭的話 你看我們在拍大樓的時候呢 只可以取得一個這麼遠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你需要離它30公尺 所以呢 可能就差不多就是這個距離啦 好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切換成 三倍的鏡頭的話 你看這個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那就整個建築物的細節就非常清楚了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選一個漂亮一點的建築啦 那比如說我現在就隨便先拍一個樣片給大家看的話 那我們按下錄影鍵 那這時候我們在環繞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大樓的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清晰 那當然三倍的鏡頭也是可以在做數位變焦放大的 但我覺得就效果沒有這麼好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少在用 我還是以就是直接切換鏡頭為主 那我們看一下7倍鏡頭 那7倍鏡頭呢 有時候就真的還是會有一點點 因為我們眼鏡已經習慣了 1倍跟3倍這個非常好畫質的鏡頭 那反而是7倍的畫面呢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霧霧的感覺齁 對 這其實在過去的Mavic 3就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真的還是比較少用7倍的鏡頭 所以我現在給大家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當我們今天假設要拍攝前面這個橋的時候 那當然呢 因為我離它的距離是有點遠的 所以這個橋其實 我可能不仔細講 你們根本不知道我在拍哪一個橋 那如果因為距離的關係呢 我不想要飛離它這麼近 或是飛這麼過去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來我們切換成3倍的鏡頭 好我們切換成3倍鏡頭之後呢 我們再來選擇一下 你看眼前的這座正在新建中的橋 就變得非常非常明顯了喔 那這時候我們再開始按一下露營鍵 那這時候我們再做一個稍微一點點的環繞 有前景的這個高爾夫球場 跟背景的這個橋 那就真的非常的棒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 天空中的細節啊 還是非常明顯的 或是說呢 我們可以透過環繞的方式呢 我們再把它往左邊給它繞回來喔 然後再配上鏡頭一點點的調整 那當然前面的被前面鏡頭遮住了 那最後最後還是有很好奇說 我就如果真的想要無腦的 跟過去一樣使用就是探索模式的話呢 其實還是有的喔 在這邊有一個選項叫做探索模式 那當我們開始使用探索模式之後 當然很多的設定就不能用了 因為它其實有點像是iPhone一樣 無腦的幫你把三顆鏡頭串接在一起 好我們使用探索模式錄影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達到以下像這樣的效果 比如說真的慢慢環繞 然後後面呢慢慢的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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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當你在鏡頭在切換的時候 會跳一下喔 欸這時候就切鏡頭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可能又會再切一顆鏡頭 對又再切一次 所以這個是探索模式 它可以讓你在無縫的方式 直接從1倍拉大到28倍 我們來看一下拉大的效果吧 所以因為它在這個模式下 可以拍攝的格式呢 就變少了許多 所以我真的蠻少用這個模式來做拍攝的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看一些東西的話 探索一些東西的話呢 那28倍的話 你想要直接的不要在那邊切來切去 那就可以啟用這個探索模式喔 謝謝小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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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